這個地方的復原會有需要時間 所以我們今年的主題把它取名叫做 醞釀 醞釀需要時間 醞釀需要等待 那我們會期待說泰土閣 其實它正在調整它的姿態 調整它更美的那一面 要跟大家在不久的將來相見 所以我們今年的音樂會 會想辦法讓這個主題 去結合到我們的文化 泰土閣文化過去可能來這邊的觀望課 大概就是走自然環境 走登山路線 大概走馬看花的越過不越過 那這個時間點正是讓我們大家 對外界好好看見我們人物 特色的這一塊 就是即將要11月9號的活動 這次公所跟我們的處裡面是合作關係 真的非常感謝處長 讓玫瑰也有感受到這樣的一個氣息 其實再次邀請大家 11月9號不要忘記 第一次秀林鄉公所跟太魯閣國家公園 第一次的正式結合的一個音樂會 邀請大家 更了不起他這一次的演出 是邀請了我們金曲獎得主 謝浩誠又是我們獨國的孩子 在這裡可以感受到泰管處用心了 1請接目 歡迎大家2024太魯閣下午音樂節 11月9號從早上的9點30分 到下午的4點30分 在太魯閣台幣 歡迎你